来到我的世界 你就别想离开 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我阎罗王的名字 不是凭空其的 巡视完地盘 阎罗带着自家小孩回去了 车经过一家酒吧的时候 南巡轻轻扯了扯阎罗的袖子 哥 在这儿停停 我想进去玩玩 阎罗朝窗外瞟了一眼 眉头猝起 这个地方不行 改道 去老地方 后半句是对司机说的 于是南巡又去了 昨天见过的那家高端酒吧 南巡让阎罗回去 自己一个人 攥着阎罗给他的贵宾卡 乐颠颠地进去了 阎罗当然没有走 他坐在车里等 不就是办个事吗 他不着急 等小白办好事 出来一块儿回去好了 他觉得 小孩对这一块儿不熟悉 还是自己载他回去 比较放心 刚开始 阎罗十分耐心地 坐着一动不动 可没过多久 他却动了一下 双腿交叉的顺序 从左腿叠在右腿上 变成右腿叠在左腿上 就这么坐了两分钟 双腿又动了动 干脆放平 然后他微微侧了侧身 眼睛看向了 那装修奢侈的酒吧门面 前面的司机 偷偷瞄了一眼阎罗 心道 您要是不放心 您倒是进去看看 反正您都坐不住了 又等了大概六七分钟 阎罗一把推开车门 待马上要出去的时候 又整了整衣服 这才不紧不慢地下车了 酒吧的经理 知道阎罗王大驾光临 火急火燎地赶了出来 亲自迎接 阎罗十分矜持地问了句 小白他进了哪家包间 经理昨天见过 阎爷带来的 那个干净的男孩 所以刚才见到苏莫白 他就亲自接待了 当然知道 这人去哪了 于是他立马就到 阎罗 我带您去 当两人 到了那包间门口时 刚好听到了里面 传来的恩阿叫声 阎罗目光微微变了变 阻止了经理去开门 冷冷地问道 人是你挑的 可靠吗 干净吗 阎罗放心 都是厨 要么也是咱们这里 数一数二的 阎罗的人 我不敢怠慢 顿了顿 他又加了一句 小少爷兴致很高 挑了两个呢 听到这话 阎罗的眉头 微微皱了皱 薄唇紧紧抿起 但到底没说啥 只吩咐道 好好招待小白 不要让他玩得太过分 他现在还小 要注意分寸 如果一个小时候 他还没出来 你就进去找人 就说是爷的意思 他不能在外面过夜 经理连连点头 等这尊爷走了 经理才试了试额头的汗 他觉得 不知道的 还以为包间里面的是 颜爷的儿子呢 管得这么多 那小年轻看着 也十八九的样子了 又不是啥都不知道的小孩 颜爷还不让人 在外头过夜了 经理又在包间门口 听了一会儿 不禁则利声 年轻人就是经历旺盛 而此时 包间里完全是 另外一幅景象 难寻舒服地 躺在大床上 两个妹子 一左一右地 给他按肩 边按边叫 不愧是训练过的 叫的声音 比黄鲤鸟 还要动听 虽然两个妹子 听到难寻的要求后 一脸懵 但看着他 从兜里掏出来的 两袋钱之后 立马就心动了 这人 也没有侮辱他们 只是让他们 叫唤两声 虽然他们在这家高档 酒吧里的薪水很高 但没人会嫌钱多 亲 人已经走了 小八提醒道 南寻让两个妹子 不用叫了 做够一个小时之后 便将钱给了两人 小八压地叫了一声 急了个怪 大boss的黑话值 居然涨了五点 啥时候的事 就在刚才 神经病啊 我这是顺从他的意思啊 这胃毛还长黑话值了 变态心思 你别猜 你猜来猜去 也不明白 我哥才不是电态 他对我可好了 他亲自接我出狱 程家也被他搞得倾家荡产 帮我报了大仇 我哥真的特别好 我呵呵真是 是你先说他神经病的 你 南寻洗了个热水澡 造成自己刚刚 酱酱酿酿玩的假象 然后离开了酒吧 自己打车回去了 别墅里的气氛 很安静 严曼将南寻扯到一边 偷偷跟他摇耳朵 咱哥回来后 整个人周身 都散发着极其恐怖的气息 所有的下人都不敢说话 生怕出了他眉头 小白 你不是跟咱哥一块出去了吗 你知不知道 谁惹咱哥了 南寻一脸懵 阎罗心情不好吗 我离开的时候 心情明明还不错呀 南寻摇头 不知道啊 白天他的心情明明还不错呀 哥呢 在书房啊 不是 刚回来不久 正在浴室冲早呢 南寻跑到二楼浴室门口 透过那毛玻璃的门 隐约看到一个人影 他轻轻敲了两下浴室门 大声道 哥 是我 我回来了 里面的水声突然没了 里面传来阎罗 低沉冷漠的声音 嗯 知道了 去休息吧 听到门外的脚步声 逐渐远去 阎罗重新打开了花洒 他仰起头 任由那密集的水柱 喷洒在自己脸上 像是让水 冲洗进自己的脑子一般 洗刷掉 那些让他烦躁的情绪 清水顺着脸颊 鼓鼓地往下流 结实的肌肉 在刚才那一刻绷紧 然后又在这一刻松开 他紧闭的眼睛突然睁开了 看着浴室门的方向 目光幽暗而深邃 第二天 阎罗很淡定地嘱咐了南巡一句 注意身体 不要玩得太过 然后就没啥了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疼着小孩 跟以前没差 过了半个月的时间 阎罗把季合 也从监狱里弄出来了 只是阎罗没有亲自去接人 派了小弟过去 接风洗尘的时候 上次那几个得力干将 也没有全去 只去了两三个 阎罗也算大方 直接拨了一个赌场给他 因为考虑到了小白的话 阎罗直接让酒吧经理 给季合办了一张贵宾卡 让他在这天晚上随便玩乐 第二天再去接收赌场 哥 你为啥不让我也去给二哥 接风洗尘啊 阎罗眉头轻挑 我怕你又喝醉 不等小孩抱怨什么 阎罗已经转移了话题 妈妈那丫头呢 今天周末不上学 他出去找姐妹玩了 小白 你想继续上大学吗 阎罗目光动了动 突然问 南巡愣愣愣地 看了他一会儿 摇头 我不要 大岸上已经被记了一笔 我才不想上学 接受大家异样的目光呢 我想跟着哥做事 阎罗摸了摸他的头 没有再劝他 从这天起 阎罗去哪儿都带着南巡 哥俩跟连体婴儿似的 一年内 阎罗手下的大大小小的弟兄 全都知道 阎罗有多疼苏莫白这个弟弟 那简直比疼小情人都疼 不过众人也都清楚 阎罗是禁狱一族 不开婚 本集播剧完毕 再见 特殊的意义 关于我爱你 并不是游戏 你认真 一点信不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